好 刚才讲到这个黄珊珊一直在说 她认真哪里有错 只是说这认真里面 是不是夹藏着其他的企图呢 这当然大家要好好去深救 不过另外一方面 蒋万安最近在干什么呢 蒋万安最近好龙斌她说 过去的市府团队都有定期在帮蒋万安上课 帮她补课一下 那这个好龙斌就夸奖 说蒋万安对市政很熟悉 这个行政能力都没问题 夸赞蒋万安之后 就到打了民进党跟民众党一把 好龙斌说这两个党都有行政资源 但是都没有行政能力 明玉姐我真的觉得蛮奇妙的 因为其实过去大家不太常讨论好龙斌 可是最近她好像频频在发表 对于台北市的这个看法 所以呢柯文哲就酸他啦 是不是不甘寂寞 跳出来当第五个候选人 是怎么说第五个 因为第四个就是柯文哲啦 来 明玉姐怎么看 我觉得我傻眼的是 红冰大家印象深刻 他前阵子才说蒋万安的行政经验 跟资历就不如黄珊珊 那也一共耶 对对对那不知道就是说 他是不是讲了大白话之后呢 然后马上被骂了 所以现在赶快讲说 我又赶快帮我蒋万安上课喔 而且相信蒋万安对市政熟悉 行政能力没问题 他是马上帮他上课 马上就觉得这个 马上就有用这样 太厉害了 我认为讲 好龙兵应该是在弥补他之前 可能他讲错 不能说讲错话 讲出大白话 所以现在赶快弥补过来 不过我觉得好龙兵 就像擦脂抹粉也没什么用 因为大家都知道说 蒋万安其实你从数字上 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他其实是三个候选人当中 最早宣布的 不要忘了黄珊珊 虽然大家百分之百知道 他要参选 可是他到现在 也还没有正式宣布 也还没有辞 那民进党根本不用讲了 就是连人选都还不知道是谁这样 那按照这个 讲话已经先起跑的状况之下 可是我们不要说某一家数字 就是说你从这件事情的大趋势来看 他的趋势大概都维持在 三十几%上下 那从他最早最早之前 最早还有甚至有 快到将近50的 他不要说四成保不住 他现在一直都在三成的上下 其实就代表说 他并没有什么开拓的能力 那你的选 我们上次也在这个节目就讲过了 你踩一个废红台在那儿 大概基本盘就在那儿 那为什么就是说 你明明已经是最先起跑的人 那你证件也没看到 那你所有的市政规划也没看到 那你该监督 你该监督柯文哲的 你现在有监督吗 感觉好像都没有 那更不用讲了说 你基层你已经起跑这么久 那为什么到现在还有一些传言 就说包括什么蓝营的这个里长 都都是这个都比较赞许黄珊珊 就黄珊珊看得到人 反正蒋万安都看不到人 那这些那到底我很好奇说 你起跑这么久 那蒋万安你到底在做什么 那感觉好像 那就是感觉你一个人就在那边跑 那你也跑不出任何成绩来 没有话题性 没有话题性 然后这个我是觉得 没有话题性没有爆发力 然后甚至没有带小鸡的能力 所以很多人说他是天龙国王子 那你不能一直就是等待别人坐在那边 然后你就是一直不犯错 然后就是一直好像坐以待毙这样 我会觉得蒋万安的佛系打法又来了 不要忘记他上次的前辈 那个丁守宗佛系打法的结局多么惨 结果你现在看起来 你自己还是一个佛系打法 我认为说即便说你现在的这个对手 都还没有出现正式出现 可是我认为说他该提的市政规划 你该提吗 对我们也是想听 这个还是你正好要提出政见的时间 你代表说你准备好了 就我了解 国民党这边的包括陈雄文这些人 早就已经把这个市政规划白皮书 四月份就交给他了 那我不知道说人家已经交给你 你好歹也先丢一个出来 结果你第一个丢出来是一个轻盈换居 他不死还被人家骂半天 还被说已经在做了 对对对对 所以说我认为说你第一炮竟然没成功 那你后面呢 你后面的这个包括你交通建设呢 还有一些你的规划 你应该是要拿出来 而不是说现在 我知道今天一个最新消息 他就是找了这个林奕华 林奕华终于出任 担任他的这个整个竞选总部的执行长 这是一个好消息 我觉得这是目前 可是你不能早是靠别人 那你自己才是主帅 虽然你找了一个不错的操盘手 但这是你主帅还是比较重要 那最后来就是说 我还是期待就是说 讲话你起跑这么久 你至少你的竞选规划先提出来 你的竞选团队到位了没 不然我就觉得说 你那现在所有的话题 真的不好意思 都被绿营给抢走了 你就大家如果说今天林家龙 最新消息出来 双北就定位 那你是不是整个话题性都没了 那你干脆就整个被边缘化好了 我认为讲万安的危机 他应该已经提醒过他好多次了 提醒过他很多次 一直没有进步 我觉得看在国民党眼里 也是蛮着急的 是不是大家的提醒 讲万安都没在听 这个美方这边怎么看 讲万安这边 就像刚才明玉姐讲 他是蓝绿白三个阵营当中 最早起跑的 可是那也糟糕你顾 但是现在还传出台北市 有一些蓝颖的里长说 都没看到人 觉得大家都是高高在上 很不接地气 甚至还亏他是天龙国的王子 不过虽然讲万安是说 什么一酸冷拜礼物 很了解民众的心声 可是里长 里长就是最基层的声音 连里长都出现了 这些围词的话 那讲万安这边 到底在做什么呢 我想他可能针对这部分 我想他可能要去了解说 有哪些里长 然后去多关心人家 因为毕竟我觉得不管是要选市长 议员立委的部分 他都要去接地气 我认为现在国民党要打赢选战 最主要是要团结 我想郝龙斌去指导他 然后两个人就是一个经验的传承 这个其实我觉得是蛮好的 确实我觉得外界都觉得说 有关于行政能力的部分 我就做到了一个立委 就算他行政能力 自己做行政真的是没有办法 但是他应该在管理行政 有能力者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已经毕竟都做了两届的立委 如果真的有问题的话 早就选不上了啦 我说真的啦 那但是呢 反观就像黄珊珊 或者是陈时中 他们呢 其实现在都还没有宣布 要不要参选这件事情 所以说也 尤其是像陈时中 我觉得说他总是走在那种落后部署 那这要不要担心一下 他行政能力啊 因为他现在已经 我觉得说排已经成为了这个 年度代表制了 什么都要排 大家想得到的都在排 那连现在这个之前的快篩也都在排 所以说我觉得秤职的新北市长 其实不仅仅是行政能力 当然他是综合所有的能力 都要非常的强 但是呢 在未来呢 虽然现在讲外面是压子划水嘛 他都是现在还是在做地方基层 就像补墙也有可能 但是呢 在未来一旦民进党团结 等到人选释出之后呢 我相信说他们都会回归 就是回归部队 然后大家都能够集中站立 所以这一点是国民党这边 确实是要比较重视的部分 那我也看到说 这个民进党呢 现在处于各派系都还瞧不懂的状态 所以说呢 这个最主要还是要提醒民进党 还是要赶快把人手瞧定 不然的话到时候各派系之间的矛盾 确实会造成的选举 到时候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 那我想在未来呢 也希望说呢 就是这个 因为已经都提早宣布了嘛 那我也希望说 包括像是好龙兵啊 跟这个蒋万安啊 然后都能够说呢 团结在一起啦 好好把选战打好 创造出新的契机 好来这个刚才讲到行政能力 我想请教一下宅哥 现在国民党这边 美方议员也好 或是刚才这个好龙兵前市长 现在夸赞说 蒋万安这个行政能力没问题 有问题是陈时中跟黄珊珊 来宅哥针对这一番的评论 怎么来看呢 这很烂的 这听不懂 因为他们说的我都听不懂 因为以事实来说 因为一个做到部長 尤其是我们关卫国部 不要说像中央防疫中心 你只说我们有关这个 卫国部所有关系到辅入的问题 医疗的问题 我想做到部長的行政能力 如果叫郎彬宾说有问题 他那个台北市長一定做得很差 因为他不知道说人家怎么做 第二 黄珊珊刚才苏培 说我很清楚 黄珊珊不但行政能力不错 而且又知道抗胖 又利用抗胖 去祖宣街去吃台北市民的穗金钱 去偷公務令员的时间 和拜六礼拜人公務令员 要在家里带孩子 他也用这个局長林聪姐 这样在那座庭不敢不来 拜六礼拜算加班吧 所以黄珊珊不但行政能力很好 肉的部分也很厉害 所以如果这样比较起来 我现在真替蒋安安 他在那姓蔣以外 在那姓蔣又不太好 听到姓蔣的 因为过去尤其是五十岁 医生听到姓蔣的 都气氛有多厉害 都倒不下去 本来是要倒下去 听到姓蔣的都倒不下去 所以他有厉害的问题 他有个人形象的问题 他也有个个人力量的问题 所以其实这个部分是 讲的我们他要考虑 更重要的是 他赶上帝友团 去找一个郝铃兵 去做老师 所以我跟你说 本来没问题 所以变成三项都大问题 但是说到回来 其实民进党要自己 要反省 因为台北市一九九四年 后面在那就是说 高雄市高 这台北市在脱离围团 开始算民算了 动算了 民调很高的 市政力力 行政力力很好的 但是也是落算 所以在台北市 有意识形态的问题 有民党的问题 所以第一次说 这在四年来 这在四年来 民进党没得到在台北市 所以过去在 离空一三年 才因为白来中 看不清楚去 用整个董事的力量 去支持 这个 变两个 让自己的林宅 腰温在也好 这没法出头 但现在不行了 现在 你要记出过去的这个 过去这八年中间 我们民进党 都会看不清楚的这件 要龙中来 让我们的林宅 在台北市可以出来 所以 我还有时间说 有两个最后对白三党最后 最后的这个布局 叫做龙中队 龙中队 龙中志 龙中队 龙 林家龙 陈时中 这个 林志兼 龙中志 这龙中志有分上策 中策跟下策 上策 这个上策都是一百三党 不是考虑哪个派 是考虑民进党 在整个国际行事变化中间 一百三党 这一千两百万人 这三个党 要怎么当时 让他们发展的问题 还要让选记 参行是要制约 不用面对 新北市侯友宇 你要制约 面对国民党 他们在北三党的 布局你要制约 所以上策 就是林家龙 当然可以摔太多 就是上策最好 陈时中做中央防疫中心 的这个支援官 对虎友宇这个安冷冷 要跟所有全国人们 做一个清凑的交代 他这个过程中间 这两年来 和柯文哲和虎友宇 怎么去 这又去奉害我们中央 的奉害的听似 我们也做奉害的选记 让选民来一个公道 中策当然就是 新北市四百几万人 同样中策就是 林家龙如果能来选 因为这还没确定 不是啦 林家龙来选新北市 但是中来选台北市 因为陈时中的行政练力 很好的 但是他不要选记过 选记要有爆发力 所以下策就是 中间三个选记没有林家龙 所以现在民进党的选记就是上策 跟中策来选记 只要这个美方也知道了 民进党只要决定 决定你选记后 就会团结对外 团结不是为了民进党的选记 团结是为了这个八三党 可以建立一个新的改变 因应这个国际企业的变化 给收党 加上台湾的收党 我们来看另外一个龙 就是好龙斌 因为这个柯文哲说 他觉得好龙斌 真的是不甘寂寞 怎么一直跳出来 要当第五个候选人 说他是第五个 那外界是说 柯文哲也都常常出来 这样子不断的喊话 他也像第四组的候选人 你现在到底是谁在算 来 穆林 这句话评不贵 我觉得这两组的互相批评 其实蛮不晓得要批评什么 为什么 因为好龙斌2017年 选国民党的主席败选 那之前这个主席 选第二次主席又败选 我觉得反而可能 可能是搞不好是好龙斌 去跟这个蒋万人问一下说 你这个立委怎么样当选的 其实我觉得相对来说 就裴公子读书是最累的 为什么 因为公子他就是 他比较在乎的是 他有一个很漂亮的形象 跟一个logo 然后看起来好像很时尚 很潮流 但是你叫他真的 扎扎实实跟你讲一些政策 那会要他的命 所以相对来说 我觉得黄龙斌前市长 很辛苦 但是也可以多讨论一些 所谓的这个立委 怎么当选的问题 那至于柯市长 我想如果这八年 台北市没有耽误那么多的话 那相对来说 相对来说 他需要被请教的更多 他最好应该也要来上课 可是应该要卸认来不及了 这个蒋万人现在正在补课中 看起来也是补课的很吃力 那我们等一下就来看 因为现在绿营双北提名的人选 还没有定案 可是今天最新的消息 有传出说 这个林嘉隆的态度 好像有些转变 我们稍后回来 一起来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